6月25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新闻发言人许又生表示 70多年来 中国所创造的辉煌业绩 充分证明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就是最能抓老鼠的好猫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 重要的实现形式 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 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 和现实国情所决定的 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 没有 也不可能有 一个泛之四海而皆准的 政党制度的模式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先生有一句名言 叫做 不管黑猫白猫 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七十多年来 中国所创造的辉煌业绩 就充分证明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就是最能抓老鼠的好猫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直根中国土壤 它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 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八个民主党派 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在中国应该说没有反对党 也没有在野党 在这一政党制度中 执政党和参政党 同心同德 分与同舟 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干胆相造 融入与共的基本反正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而这一制度 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也彰显出独特的优势 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能够真实 广泛 持久的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化 可以有效避免一些政党制度 代表的是党派利益 阶级利益 区域或者是集团利益 为反对而反对 导致一而不决 社会撕裂的这样的弊端 二是能够把各个政党和五党派人士 紧密地团结起来 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共同目标而奋斗 可以有效避免 一党制缺乏监督 多党制恶性竞争的弊端 许又生强调 中国将继续借鉴和吸收 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但绝不会照搬照抄别国政党制度模式 也不会将中国政党制度的模式 强加于其他国家 中国尊重世界其他国家 选择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愿意本着彼此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 加强交流互建 促进世界民主政治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